伤心 苏果蓝 工作 你赶紧去忙吧 当伴郎 已经耽误你不少事了吧 嗯 那个 这期节目主题定了吗 余总 您割下工作 就是为了问我这事啊 参加节目事宜也是工作啊 跟节目组的具体沟通 不应该由你们公司公关部负责吗 你是节目组策划 需要对嘉宾的出行和高知行况负责 明明可以简单沟通 就还要通过吃什么公关部 不觉得很没效率吗 况且 公关部总监现在大婚 你就这么想 给新娘加工流量啊 如果您要讲究效率的话 那直接和节目组导演沟通 不是更有效吗 您找我干嘛 因为你现在人就在这儿 我又找导演还要给他打电话 不知道多此一举 可这不是我的工作范畴 我凭什么要超过工作 我不介意再加你一份 超过工作的薪水 或者 又或者你从节目组辞职 回吃什么神仙专制负责我的工作 我之所以问你主题是什么 是因为 你原本就应该根据主题来教我做菜 这次教学就给明天 这个是你 我说我 keine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一定从你们公司离职了 自己开 cinq 您的教学 也请您另请高明 你离开吃什么之后 薪水应该少了不少吧 你辞职是解除和吃什么的劳动合同 但你叫我做菜呢 是我们的私人合约 如果你实在不想履约的话 我倒是非常建议你看一下我们的合同 里面非常清楚地显明了 赔款金额是多少 履约还是赔款 我想你是个很理性的人 不会因为情绪而影响了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吧 所以这次主题到底是什么呀 二十说 明天再说 你 你干吗 二十啊你 主题是如何摆脱一个纠缠不清的人 金额 你去干吗呀你 说到纠缠不清我还是真的没想到 有人会出现在根本就没被邀请的婚礼上 这倒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主题啊 这倒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主题啊 摆脱纠缠不清人的菜就交给你了 明天见 有人被激扰了吧 节目的事就不劳余总费心了 节目在室内录了好几期 有些枯燥了 我打算应观众的想法 去农家做一期三天两夜的田园生活的录制 余总工作忙 商业田间的网络也不好 耽误了工作就不好 所以余总就不用参加了 外景 三天两夜 我作为赞助商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批 节目的内容 什么时候轮到赞助商来审批了 内勤改外勤不增加费用吗 增加费用不需要我通过吗 没关系 这笔钱我已经搞定了 追加赞助商按合同也需要我通过 对方不要求署名 只给钱 所以也不需要你的通过 白桃姐 傻啊 给钱嘛就行了嘛 难道余总还跟钱过不去了吗 没什么事的话 可岚 回去节目里商量一下 具体的录制事宜吧 好 苏可岚不能参加这次拍摄 我的员工 什么时候余总也要过问她的行政 苏莫莫身体不好 她每天都要按时回去照顾她 连加班都做不到 你还出外景 三天两夜 看来你对你员工的基本家庭 经过一点都不了解 靠岚 妈 没关系的 你去吧 妈 这个安排 靠岛已经跟我说了 我没关系的 去给靠岛对安排吧 晚上还等你回家吃饭呢 走吧 靠岛 走吧 靠岛 林轩 这期节目我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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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